我先关掉 原因是因为我们把合计拿来作为小记的加总 对不对 我们把它作为小记的加总的值 所以导致于它合计就会有问题 因为我们拿来做小记加总的关系 好 来 那这时候怎么办 你看我们回到这里 等一下哦 我必须要把那个word关掉 word不关会影响 word不关会影响 好 我们下次再做的时候啊 就这样做 等一下哦 来 这个 不要用它 听到吗 因为它这样变成合计 我们只会带进去 你要用一个不相关的值 来作为合计的栏位 所以假设序号 因为序号 序号会放进去 找一个是不会放进去的值 像例如说制作日期 完工日期这种东西 找一个不会放进去来做合计 听到吗 找一个不会放进去来做合计 所以这个序号 因为你需要合进去的话 它会 我们在下面重复的地方 其实没有序号啦 它会在第二章是空单 空单把它删掉就好了 对 它如果呈现空单 空单删掉就可以了 页数删掉就好 所以技巧是我们在做小计的时候 来把它清掉哦 小计如果要清掉 请到资料里头的这个小计 然后左下角全部移除 看董老师的意思 来第一个 小计先决定有没有排序 当它有进行排序了之后 第二个进行小计 所以小计做好几次后 如果你要删除只能够全删 它不能一个一个删 这比较麻烦 好 一样第一个是序号 第二个是加总 因为它一定要有个计算 那计算我们就找不会处在在下面的 例如说就做日期 反正日期合计或完工合计 没有人需要它吗 确定这样就好了 知道老师的意思吗 他还是有帮你分群的 你发现还是有分群的 好 那分完群之后 分完群之后 这个就不管它 合计就不会错了 知道我的意思吗 合计就不会错 所以我们一样还是用刚才的做法再做一次 来 save 起来 好 我们回去 回去后我们看一下刚才的档案 我刚刚有做了 save 起来 好 一样嘛 对不对 邮件 OK 好 现在是这样 跟刚才一样 这时候合计就不会再进来了 看到吗 合计它就不会进来了 那这老师的意思吗 它就是干净的单的 好 我们完成合并看一下 好 当你完成了合并后 OK 你看一下 很漂亮 那你会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老师 我做完合并竟然是对的 刚才看为什么会错 刚看是不是有个空单 对 原因是这个 原因是因为啊 Excel 不是Excel Word这里的预览 它不是真的预览 它没有真的换页 所以呢 这里的一代表的是值 用一作为第一笔 record 这里的二代表用第二笔做 record 那第二笔是什么 是空 空的 所以它才会是空的 听懂吗 可是我们在 就是在那个 呃 刚才的语法 我们做了一件事 是让它不等于空之后 它就要跳走 所以其实空单是不会进来的 这里看不准 听懂吗 因为它要求 这个二其实本来就是去掉的 是因为我们在这里预览 你强迫它 用第二笔作为套用的结果 用第四笔作为套用的结果 它只好套给你看 听懂吗 OK 那我们正式完成后 是对的 葡萄鲜 这个一二 那这是两笔的 看到没 对的啊 都对的啊 知道老师的意思吗 OK 好 所以你就换个方式就好了 好 换个方式 嗯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